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令金融市场面临极大动荡 市场波动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澳洲政府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呢,俄乌冲突的后期对金融市场产生了哪些影响 也将是本期视频的重要内容 大家好,我是GoMais的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任何军事冲突呢,都是不被支持的 我们希望满目疮痍的世界呢,能够多一点温暖 但是呢,俄乌冲突确实实在在影响了每一位居民 此刻我们站在历史的拐点,看向未来 在潮流中我们顺势而为成就自己积累财富 亦或是可以逆流而上,承受冲突与风险在浪潮中激流涌进 乌克兰总统呢,在2022年3月31日下午和澳大利亚政府展开了视频会议 讲话中也提到了呼吁澳大利亚提供军事装备 继继继续支持乌克兰 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澳洲政府禁止俄罗斯的船只入港 停止在俄罗斯的任何商业活动 另外呢,也感谢澳大利亚政府为乌克兰提供了7万吨的煤炭 同时呢,希望呼吁澳洲严惩俄罗斯的核威胁行为 那么澳洲政府呢,也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个体和社会的群体都需要面临选择 就好像不笑的人呢,运气会变差 那么一笑起来呢,脸都可能变大 澳大利亚呢,同样也是需要面临选择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还是说依旧保持现状 俄罗斯与乌克兰同样面临需要选择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能看懂的就是博弈论背后支持的各个国家的决策 在当下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哪一项决策会对本国更加有利 那么看起来,有很多条路径,各个国家政府都可以选择 但是当下,针对于目前现有政府最优的可能只有那一种 所以说,统一来讲的话 我们在微观的层面,我们叫做量子力学 存在的是测不准原理 但是呢,在宏观的社会学、经济学、金融学这些角度来讲 我们存在的是相对比较确定的博弈论 因此呢,在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基于以上的逻辑呢 就能够获得一些超额收益 比方说在军事冲突之前 我们就预测了石油价格呢 会冲到110美金上方 同时呢,也预计了黄金会再次上冲2000美金 也预测了BHP、PLX等轴矿、链矿、链矿等股票价格上涨 那么当然也同样给出了粮食天然气等资产价格上涨 那么背后的逻辑呢,都是基于宏观的相对确定性 我们在特定的客观环境背景下呢 可以相应的来预测一个国家的行为 但我们很难预测一个个体的行为 那么同样呢,在另外一种特定的环境背景下 我们可以预测一个个体的行为 但是呢,很难预测个体的肢体和语言行为 所以说呢,宏观相对于微观 它的可预测性呢,更加强 那么胜率或获得正确的概率也会更大一点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会面临很多的选择 那么在投资的下半场 基于俄乌冲突的这件事情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粮食类的ETF和粮食股票 那么在未来会有怎样的表现 那BAP和矿业的股票继续持有 还是要抛售 石油价格呢,最终会回归到多少钱合理 80美金还是120美金 黄金呢,在今年下半年能否还要再次上涨到2000美金上方 白银价格呢,是否能够最终突破50美金 澳元呢,在前段时间涨破了0.75对美元来说 价格相对被高估 那么未来战争落幕,铁光石价格回落之后 澳元的汇率是否还会有这么强的支撑呢 所以以上的信息呢,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 网课和线下活动为您做出解答 那么大家呢,也欢迎来订阅 关注我们的直播和我们的视频 有人要想获得任何关于投资方面的信息和资讯 随时和我们的小助手取得联系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